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0月3號,星期三 雅虎宣布撤出中國 這是又一家美國公司 上一家美國公司是微軟的領音 關閉了中國的社交服務 這次雅虎宣布退出中國 所有的這些雅虎的媒體網站、郵件 全部都不能用 其實雅虎在中國2003年 開始就陸續的撤掉它的那些服務了 他2013年的時候就開始關閉服務了 然後 他的大部分在中國的一些業務也是由阿里巴巴經營的 那最近阿里巴巴被 政府打壓市值 砍辦了以後 所以 雅虎他給出的理由是中國的 商業和法律環境 越來越有挑戰性 這是他說的理由 這個理由其實沒有人在乎 這個 誰都知道你做生意不做了 那肯定就是不賺錢了 雅虎是中國最早的 那互聯網企業在中國 剛剛開始有互聯網的時候 那時候雅虎 注册遊戲什麼的 用雅虎的郵箱什麼的 那個時候 剛開始的 互聯網 剛有互聯網的時候 然後 然後他們是 從 十月份開始 雅虎天氣這個應用 然後 雅虎的媒體網站 那個techchurch 和那個 ingadgate 是這樣讀的嗎 他不知道 還有一些 他的這些新聞網站 就是 我記得好像都是數碼新聞網站 從 從那個中國大陸 不能訪問 然後 雅虎天氣的一些應用 也從 蘋果商店給下架了 蘋果商店本來還有 雅虎財經 雅虎郵箱 什麼的一些雅虎有應用啊 中國的蘋果商店 也已經下架 嗯 雅虎可以說 中國早期的互聯網企業裡面是 但市場份額比較大的 嗯 嗯 他說 他每月的活躍用户有9億 嗯 這次宣布撤出中國 就是徹底的 嗯 切斷了這個 20多年來跟中國市場的關係 這個 嗯 嗯 又引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 十多年前 04年的時候 有一個 記者 對 有一個記者 發了一個政府文件 他用雅虎的 雅虎郵箱發了 然後雅虎公司 雅虎在香港的部門 就把這個記者的信息交給了中國政府 然後中國政府就把他抓了 然後判了判了十年刑 這個記者叫施濤 嗯 像 嗯 像 這個 施濤是在 他是發了一份 他是2004年4月20號的時候 嗯 有一份 中共 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下發的 11號文件 關於穩定當前工作的通知 這個通知 文件裡面說的是海外民運 民運有可能在六四十五周年紀念日期間 回中國大陸 會對社會帶來穩定 會對社會穩定帶來影響 就是這麼個通知 他發給了 嗯 然後這份通知要求各媒體單位 不得報導有關六四法輪功 普通普通群眾上訪等內容 這個是中國每年六四的時候 他都會 嗯 搞的一個 通知 搞的一個命令 但是04年那個時候 他們可能還有一個 紙字的文件 現在都搞這種口頭的 就是 口頭的傳命令就不 就不留證據了 那個時候有紙的文件 所以他就把這個文件發給了海外的網站 民主通訊 估計也是民運網站 那中國國家安全局 就向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要了這個記者的信息 然後這個記者 嗯 然後然後雅虎就給了他這個 這個 郵件的這個 使用者的地址啊 身份 中國政府還把這個 雅虎公司提供的這個 作為法 法庭的證據 來給這名記者 施涛判刑 判了十年刑 然後 判他 判這個記者是判他 泄露國家秘密 嗯 他的罪行是 非法向境外提供 國家機密罪 然後判十年刑 嗯 他這個法律根本就沒有說明 什麼是國家機密 像 像你說的這種 而且 你這種 你這份文件 就是在限制公民的 言論自由 然後在 嗯 要求在控制媒體 在 說假的信息 你這份文件 你是不是合法的 你如果這份文件 都不是合法的 是違反你國家憲法的 憲法有規定公民 有言論自由的權利 有集會自由的權利 憲法有規定媒體 不能被政府管著 你如果憲法 連這個都沒有 那你那是什麼憲法 你這份文件 是違反憲法的 那怎麼又變成了 國家機密呢 那他泄露的 怎麼會是國家機密呢 所以他就被判刑 判了十年 判刑十年 然後 然後 他還想 他判刑 他被 他 這個記者就是 受盡折磨 還 入監獄前 那跟中國所有的 意見人士 這種記者 公民記者 受的待遇都差不多了 先是受盡折磨 所謂的入獄訓練 然後一身毛病 然後 詩涛還向 還在香港告 雅虎公司 要求 雅虎公司 因為雅虎 泄露他的個人資料 他要求雅虎 賠償他十年的損失 因此損失是什麼 幾多 雅虎公司 都回到雅虎公司 雅虎公司 也是可以保证他以后 不用继续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 去给中国政府 你企业在中国的话 你必须给中国政府提供 他需要的所有的个人信息 那在中国的人 做任何 呃 像六四这种事情都不能讲 法轮功这种事情都不能讲 讲了他就说你泄露国家机密 这个施涛这个记者被抓也是因为 他这个跟他这个罪 被判刑十年的这个罪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经常 呃 他他说不定也是一个 呃 他是比较支持六四的 他经常会发表一些六四的一些文文章吧 然后中国政府就肯定很早就盯上他了 那只是通过这个事情利用雅虎公司 把他 利用雅虎把他给 雅虎公司给他提供的证据嘛 就是 这这也不知道 这也不知道是叫什么证据 中国的法庭简直 我看这简直是就是 在过家家里打游戏一样 这是什么证据 这提供的 他只是提供了这个人发了这个邮件 那么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怎么就是国家机密了 你这个你这份邮件的内容 就是你这个所谓的11号文件 为什么不能讲六四 六四杀了几万人在天安门广场 那不是真的事情吗 为什么不能说 那雅虎公司也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 他不想再做你这种独裁的统治的这种工具 他只是一个公司 人家就是为了赚点钱 不想做做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谁做谁恶心 我看这些恶心 找这种 找人家都帮你做这种恶心事情 这种恶心事情 帮你做这种恶心事情的公司 他不可能会干出什么 有价值的网站来 他不可能做什么好的新闻网站 他做不出来的 要想找人家族